全中运在新竹县离开幕只剩下11天了 点燃全台运动精神 这圣火传递跑完了立岛之后呢 今天以逆时钟方向要展开本岛环台 也将会挑战到极东的三雕角 极西国圣港 极南俄罗比 还有极北的富贵角等四座灯塔 以及极高点五里 县长杨文科高举火炬 全中运圣火3月29号开跑 跑遍离岛连江金门澎湖后 回到新竹县 今天接续展开环岛各县市传递任务 预定在4月19号回到新竹县 回到新竹县之后 我们在绕行我们十三厢正式 然后在4月21号 我们回到我们的体育场来安坐 那这一次非常感谢 经过的各个县市政府 大家的配合 让我们的驯服 非常的逊丽的在传递之中 新竹县魁为50年 4月22到4月27 再次举办全中运 24天的全台圣火传递 早上从竹北出发 以逆时中方向展开 为期七天的环岛传递 今天完成新竹市 苗栗县台中市 明天到南投彰化云林 后天嘉义台南 4月18号经双北桃园 再回到主线展开十三厢正式圣火路线 圣火队这次也挑战到台湾 极东的三雕角 极西国胜港 极南鹅软鼻和极北的富贵角 共四座灯塔 以及极高点武岭 传递不屈不饶的运动精神 到各个角落 所有的选手我们要在青春场上建 那透过圣火的传递 也看到运动员的精神 持续努力达到最完美的一个境界 那在这一次新竹县也派出 将近四百位的选手 希望在各个项目当中 都能够勇夺夹击 逆时中方向环台 18号回来 19号起绕行各乡正式 4月21县立体育场安座 科技活光熊熊燃烧 风起逐线要和全台两万名选手 共同迎向未来